人们常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但到了她这里却没能应验 在被消失的凶暗开机仪式上 即便少美琪戴着口罩 也还是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眼角的皱纹横生 有人说琪越来越憔悴 是因为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归属 毕竟与她同期在TVB一员班学习的明星 大部分人都已经有了美好的家庭 例如丽媒贤早在2005年 就已经与谢信赵喜结良缘 郭富城也在2017年与模特方圆成婚 而少美琪已经年近六旬 却仍旧接安一身 这很容易让外界误以为 她在经历了几段失败感情后 就不再相信爱情 但事实上少美琪并非为情所伤 而是觉得有工作才有安全感 现在我更爱的是工作 少美琪高调秀炼 自爆有大把男人追 将向小九岁男友求婚 别看少美琪现在姿色似乎平平 年轻时候的她也是静态极言 作为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的御用演员 就连作家一书都曾对其美貌称赞不已 那一年在银圈打拼多年的她 凭借电视剧《我本善良》被观众熟知 而郑一剑只是刚刚签约无线电视 并未出道 至于大好年华的她 被大众称为TVB当家花旦 再一次拍戏时 与郑一剑熟识 虽说郑在出道之后 迅速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男歌手 男演员 甚至比古天乐还火 但在认识上美琪时 只是一届寂寂无名的小生 小时候的她经常因为父母工作忙 经常被他们放在邻居家里寄养 寄人理下多年 她自然就会看人眼色做事 因而变得敏感内向 从小缺爱 缺乏安全感 长大后自然会寻求保护 郑的出现使她看到了光 由于郑对她比较细心 感受到关爱的她 就不知不觉地爱上那个男人 郑也是因为喜欢她 才对她性殷勤 于是二人没过多久 就坦白了自己的想法 成为恋人 你强难弱 自然不被大家看好 在这段恋情曝光之时 就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质疑归质疑 二人还是不顾其他的热恋 为了男友 他甚至动用自己的人脉 希望可以帮到他 他一直处于大火的状态 邀约不断 一年要拍摄200多集电视剧 帮忙时 一连十几天不能是好叫 仗着年轻为资本 他不顾自己的身体 坚持常年带病拍戏 长期超负荷工作 身体已经不堪重负 终于在拍摄电视剧时 因为肝病倒下 得了肝病 他不得不在家休养 这种病会让人容易累 没精神 他只能每天在家躺着 不理事事 那时他的男友声称 会照顾少美其一辈子 对他不离不弃 与众相恋多年 他自然会恃宠而交 经常在生病这段时间 对男友发脾气 正本就不是一个痴情种子 在多次受到上美其的打击之后 会避开他出门解闷 对他不闻不问 上美其生病的这段时间 娱乐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当家花旦这个称号 早就被别人据为己有 男友也在他资源的帮衬下 越来越火 凭借古惑仔中 陈浩南一角 迅速走红 痊愈后 他从花旦 一下滴落到了二线明星 还与经纪人发生了争执 差一点被血藏 正却飞黄腾达 身边多了许多新人 1998年圣诞节 二人就传出分手的绯闻 那时二人未在一起过节 他去跟朋友开派对 男友回家与家人团聚在一起 虽然二人在那时就心生下戏 但还是感觉在一起六年不易 要珍惜彼此 事实证明 没有感情的两个人 不能生活得长久 仅一年 上美琪就被媒体爆料 从二人同居的地方搬走 10月 正召开记者会 宣布与女友已分手三个月 成亲二人的关系 随后便转身 与梁永琪谈起了恋爱 长达七年的感情 以他人财两空作为结局 与男友分手后 他似乎是一夜衰老 虽有些夸张 但确实是这么一种情形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失业失忆 感情受挫 加上酒病的缘故 前几年的他 确实疲惫不少 也不太爱笑了 虽说那时他已经35岁 却离中年还差许多年 但那时的他 看起来就是一个中年大妈 法令文严重 眼里无光 性得老友相助 事业爱情两失忆的他 才不算无戏可拍 感情不再 容貌老去 他可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47岁的他 接近半百的年纪 终于迎来了新的恋情 比他小九岁的失足男 二人于四年前 在拍摄电影 激动部队同袍时相识 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 二人却离恋爱关系 为保护这次恋情不被公开 二人对此闭口不谈 就算被拍到失足男 频繁出现在 少美琪的家门附近 二人也打死不承认 和前任相似的是 这一任男友依旧不红 在娱乐圈打拼30年 依旧不恩不火 常常需要靠他 来为男友照录工作 据媒体爆料 失足男已经入住 少美琪相规 故二人同居生活 是个实诚实的软饭男 还称他被女友包养 对此称呼 失足男并不介意 反而经常与女友 身穿情侣装 共同出入某些场合 还带妈妈一起去吃火锅 在秘密恋爱两年后 对媒体追问二人的恋情 他似笑脸回应 但被失足男也率先公开 在前男友传出婚讯时 现男友失足男向他大方施爱 对媒体称 二人已选定教堂 预计三月与少美琪举行婚礼 对此他委婉地表示 暂时没有结婚的计划 对于失足男公开恋情 大方施爱的行为 不由得被人怀疑是为了名气 才与少美琪在一起 确实 二人在一起后 失足男的名气提高不少 虽然名气提高 但依旧没有人找他拍戏 自从拍完张嘉义的 《华丽上班族》后 就一直西夜在家 相反 少美琪的戏约不断 时不时要去大陆拍戏 导致二人长期分居 据少离多之后 男方一个人在家 总归感觉到寂寞 就经常背着女朋友 与其他的女人来往 来往久了 自然就会被媒体爆料 少美琪知道后 赶回香港 与他大吵一架 二人的感情 名存实亡 很快男方就搬出了 女方的家 二人以分居作为分手 如今他已经55岁 被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伤到了 如今仍单身一人 相比TVB花旦时的 意气风发 倾国倾城 现在的他年老色衰 无戏可拍 不由得神感叹 感情真的是毒药 如果那时他不与郑相遇 是不是就会风生水起 还会找到一个 真心爱自己的人 相反 郑没有他的扶持 是不是依旧岌岌无名 更网论之后的渣男史 但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每一次决定 都如同潘多拉的盒子 不知打开的 到底是希望 还是害宠 只有尝试过才明白 或许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现在他也意识到 自己不再年轻 经常会吃一些保健品 来维持身体健康 时不时地在社交平台 发布自己的近况 看到网友剪辑自己 往日的作品 他会及时转发 并表达自己的谢意 为草木之林洛西 恐美人之迟暮 如今美人已经迟暮 却无人供他白手 2013年 这一件与盟家会洗劫连理 他才开通微博 发布了一条动态 祝福他们幸福快乐 后来在拍摄 机动部队同袍时 他遇到了小次几十岁的 武打演员 施祖南 然而好景不长 媒体又爆出了 南方出轨的新闻 这次上美琪 还是一如既往的利落 在社交平台上 简单发文 宣布两人感情告终 有人说他这样 只是故作洒脱罢了 毕竟自从与正义剑分手后 其面容就越来越憔悴不堪 不可否认 上美琪的颜值 确实不比以往惊艳 但他并非受情商暗带 而是因疾病所致 上美琪出道后 就一直四处奔波毛鱼工作 不幸患上肝病 之后脂气管炎和肺积水 也接踵而至 身体状况不佳 颜值在所难免 渐渐衰退 可尽管不如从前美丽 上美琪也从未考虑 医美或整容 反而全然接受 自己面容的衰老 除了参加活动 化妆打扮 平时出街 基本都保持素颜 他从来都活得自在 更明白喜欢自己的人 不会因为外貌变丑 就选择脱粉 至于上美琪一直保持单身 除了将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以外 还因为他想要多花时间 去照顾自己 年迈生病的母亲 在上美琪小的时候 父母因为工作 经常不招家 长期一个人独处 使他性格变得比较孤僻 因此从不主动 向爸爸妈妈表达爱意 伴随着年龄增长 在看过了太多天灾人祸后 上美琪的心态 发生了很大变化 越来越明白 要珍惜当下的生活 便常常和母亲说 我好想你好爱你 一有空 他就会开车 带着妈妈到处闲逛 2019年的时候 有媒体拍到 上美琪和母亲现身闹事 他与旁边的工作人员 一同扶妈妈上车 尤为细心 当记者问及恋情问题 其直言不讳 男人大把了 看你要不要 他还表示 自己压根不怕没有男友宠爱 反倒是担心自己太会照顾人 去年在接受好友专访时 对于以前的事情 上美琪仍然只是淡淡的一句带过 他说自己将不开心的一切 早早都抛之脑后了 时间会冲淡一切 不难看出 上美琪一直都活得清醒 爱的时候奋不顾身 分开了照样坦然自若 而在经历了感情的潮起潮落后 婚姻早已经不是他幸福的承载体 对上美琪来说 比起被感情牵绊住脚步 忙时奔于工作 闲来陪伴家人的生活 显然幸福得多